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是否有飞行限制 有哪些法律法规的要求 怎么联系和申请该地区管理部门 以及相关部门的网站链接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 就自动跳转到该地区管理部门的主页 可以直接在该页面上找到 进行下一步的飞行许可申请的链接地址 网站上也有一些基本的介绍 我们略过 直接拉到页面最下方 申请方式也有申请人在办公点现场办理 但是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和疫情关系 我直接选择网上递交电子申请 点击此链接后 进入电子认证界面 选择身份为申请人本身 认证方式为 使用电子证书签名 就可以登陆进该网站 电子证书签名认证成功后 接下来就直接跳转进入电子申请表格的填写界面 除了自动读取的申请人的基本信息 还需要填写其他的必要信息 如 申请人的地址 电话等联系方式 资料填写完毕后 继续下一步 此时需要选择向哪一个部门提交 这里我先选择该部门所属自治区 选择卡斯蒂利亚及莱奥自治区 这是此次飞行的保护区的上级省区 选定之后 在下一个搜索栏里继续输入 该保护区所在的省份 它属于塞哥维亚省 然后免过滤查找 在随后刷新处的列表中 我可以更快地查找到 我所需要递交该申请的主管部门的名称 可以看到列表里有很多部门 但也不全都是塞哥维亚省的 此外 还有一种查局方式 就是逐页查看和选择部门 更费时费力一些 由于自然保护区属于环保部门管理 我重新输入关键词《环境》 再次进行筛选后 我在以下的列表中直接选择 卡斯蒂利亚及莱昂自治区的 环保局 点击确认即可 接下来我就需要输入申请的标题 此次申请的主要目的 是申请在保护区内 使用无人机的飞行许可 首先需要著名本人的身份 名称 是公司还是个人 申请人是否拥有 无人机驾驶员的 相关飞行员自治证书 要使用的无人机的平台 型号 生产序列编号 计划飞行的日期 时间 起飞地点和飞行的地理范围距离 进行飞行的目的是休闲娱乐 或是专业用途 商业用途 在提交完文字申请之后 在接下来的选项栏里 需要上传一些文件证明 比如无人机驾驶员的证书 无人机操作员的注册编号 无人机的明示责任保险的保单 以及其他的在申请中提到的文件 另外还可以选择输入电子邮箱 以便于在主管部门批准后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最后 点击右下方的确认按键 就跳转到下一个页面 在该界面内 确认过所输入资料一切无误后 再点击下一步 此时将跳转到完成界面 到这里电子申请就可以完成了 经过人工审批后 我收到了许可证的证本 在电子申请递交后 大约15天左右 我收到了主管部门发来的 申请临时飞行许可的批准信 信里确认并诊许了我申请的内容 还注明了 在该地区飞行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主管部门的联系方式等 要求我要保持跟该部门的联系 以保证此次飞行的安全 受监管 顺利且有效合法 最后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提出疑问 谢谢观看